雲霧泡泡從城堡下噴出冉染上身 整座城堡像是浮在空中 仙氣飄飄 真的還不錯 整個風格還有它移動的感覺 我覺得蠻漂亮的 大批遊客圍在漂浮城堡旁 拿著手機拍攝取景 這座漂浮花卉城堡 由三萬株的花草構成 有16米大約是五層樓高 號稱是全台首座的漂浮城堡 超級吸睛 這一次這個城堡 就是因為是飄在空中的感覺 所以像剛剛一大早有拍到 它整個反射面的感覺 仿佛就飛在天空 然後一大早來的時候 它會有霧氣 整個整個雲海真的是美美爆了 台中國際花坦接鎮市登場 整齊有23天 園區內有23萬株的花草 規劃成四大的特色展區 除了漂浮城堡 還有融合在地的工藝女生 大地巨人跟生態勇者 各具特色 我今天因為是第一天 所以早上 我們6點半就起來了 就帶爸媽來這邊逛一下 5點左右起床 5點半就出門了 我想說第一天人潮 可能比較早 一大早就起來 然後往台中這邊來 看欣賞一下 開幕第一天 就吸引大批的遊客 前來採點賞花 兩公頃大的園區 人潮滿滿滿 楊先生警察 男生居小組台中 採訪報導